一星期一本书 六月寒 对于男人来说 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他们不善于表露自己的情感 有时候在外边受了委屈 回到家最渴望的就是 被老婆安慰关心几句 便有了继续奋斗的动力 可每当老公事业受挫 或者有压力的时候 笨女人只会一味地抱怨发牢骚 嫌弃身边的男人没本事 赚不了大钱 让自己在闺蜜朋友面前没面子 没有哪个男人 喜欢整天对着一张怨妇脸 每次出口伤人 不断质疑自己的老公 用各种言语侮辱打击他 时间久了呀 男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便会随之崩塌 其实生活中让人受挫的 就是亲密关系带来的打击 每一句都很致命 反之呢 聪明的女人会在男人的低潮期 体谅鼓励她 会照顾她的情绪 考虑她的感受 会力所能及地帮她走出困境 不断给她自信 让她变得开心 每天睡前会和老公谈谈心 说说心里话 给对方一个拥抱 说一句我爱你 便让彼此都有了对抗生活的勇气 和盔甲 第二呢是婆媳方面的坏话 自古以来 同一屋檐下 老婆和老妈针锋相对 男人就会左右为难 这个时候 聪明的女人和笨女人的做法 就会让家庭氛围 天差地别 男人下班回家 笨女人便以为有了靠闪 开始在她面前喋喋不休地 诉说婆婆的坏话 哭诉自己的委屈和不幸 一次两次 男人还会好好安慰你 时间久了 总是这样挑拨离间 只会让她心里不舒服 夫妻关系越变越差 婆媳关系更难相处 婆媳本是一家人 作为小辈 都换位思考理解他们一下 和他们相处 多说我们 不说你们 聪明的女人 会在背后多说老人的好话 称赞婆婆做的饭菜 好吃可口 公共养得花花草草 长势起人 等到老公聊天的时候 说给老人听 他们心里开心 一家人更是其乐融融 婆媳之间啊 相处得来很好 相处不来 那就学会适当保持距离 学着做一个聪明女人 在男人面前 不要频繁地 说婆婆的坏话 更不要让婆媳关系 影响自己的婚姻关系 第三呢是 夫妻吵架的气话 夫妻关系再好 面对生活中的很多事情 总会出现意见不合的时候 遇到分歧 可以理论真直 但千万不要 逞意识之气 说气话 正话 两个人吵架的时候 笨女人总是心直口快 说话不经过大脑 总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 一吵架 就要回娘家提离婚 说很多伤人的话 每次叫都不让睡 不要闹个鸡犬不宁 只想着发泄自己的脾气 把最难听的话 说给最爱的人 聪明的女人明事里 两个人闹不愉快的时候 会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不会在气头上做决定 无论多么生气 也舍不得说出 让老公伤心的气话 会让两个人都冷静冷静 或者是一起去外边 散散步 看看月色 转移两个人的注意力 慢慢退去坏情绪 再好好地处理事情 好的感情 是任何时候 都舍不得说气话 特别是睡前 更不适宜吵架赌气 夫妻之间相处 睡前少说一些 打击对方的怨话 婆媳相处的坏话 夫妻吵架的气话 学做一个聪明的女人 多换位思考 多体谅对方一些 多说一些好话 贴心的话 鼓励的话 只有这样 夫妻生活 会越来越幸福 家庭氛围 会越来越和谐 小日子 也会越过 越热闹 这样 生活呢 需要理解和包容 希望你 做一个聪明的女人 好了 节目就和您分享到这里 我是安然 祝您平安喜乐 如果喜欢节目的话 欢迎您点亮再看 或者是分享到朋友圈里 愿我的声音 一直陪伴着你 太好了 这样 不胜了 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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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